乡村爱情十四首播引发观众类目,于月仙饰演的谢大角还在。 1月24日晚,长寿国民剧乡村爱情第十四部正式开播,观众类目发现,谢大角还在。 于月仙饰演的谢大角出现在片头重要位置,而在第一集第十四分41秒,于月仙饰演的谢大角正式出现在剧情中,他鼓动谢广坤参与村里的舌尖比赛。 飘过的弹幕里不少观众觉得心酸,好想哭啊,看到大角审了。 2021年8月9日凌晨3027分,于月仙乘坐的小型客车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蒙阿拉善又其境内发生交通事故,于月仙不幸去世。 乡村爱情中的谢大角,正是于月仙生前最广为人知的角色之一。 算上正在播出的乡村爱情十四,于月仙的谢大角已经陪伴了观众十六年。 乡村爱情十四并不是于月仙的最后一部作品,2021年7月20日,于月仙发布了乡村爱情十五杀青的微博,那明年此时,观众依然能在乡村爱情十五里看到大角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